大家好 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 给这个五花果入冬之后该怎么养护 也就是给它适当的补充一些农家肥 像这种发酵好的干养分 因为给它补充这种农家肥有机肥的话 可以保证这个土壤输送透气 又可以让这个盆内的温度适当的高点 让这个五花果在冬季这段时间 根系长得更加的好 但是由于前几天这个气温突然下降 所以导致了这个五花果的叶片全部掉光了 那么这种状态也是属于一种正常的 大家并不担心 因为天气一冷之后它掉叶子 它再不断的储存养分到这个枝条里面 等到开春就会长更多的新芽 关键是现在这个问题是有点纠结 因为它长了一些果出来 到底要不要摘掉 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果的品质还是非常的好的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如果说不摘掉 那么它又浪费太多的营养 会影响到它到开春长新芽 如果摘掉又觉得有点浪费 也希望我还有们留下自己好的想法 下一期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了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